美国上将问世界首富马斯克 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击败中国 马斯克接下来说的一番话 让全场哑口无言 纷纷沉默 骄傲的老美陷入了沉思 那么马斯克的回答是什么 今天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话不多说 直接开讲 还请新来的朋友 长按点赞加关注 以便浏览往期精彩视频 我们大家都知道 老美一直都是非常的野心勃勃 他们也一直想要打败我们 当初看美援朝的时候 他们不顾我们的警告 公然的对我们的丹东地区进行轰炸 面对这种挑衅 我们坚决维护土地和人民的财产安全 毅然决然的出兵朝鲜 在朝鲜战场上 美军可是非常的嚣张 因为他们的装备非常先进 而再看我们的志愿军呢 各方面都是比较落后的 没有好的装备 没有保暖的衣物 没有可口的饭菜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和如此强大的敌人 我们的志愿军 爆发出来超强的力量 打的联合国军 那是屁股尿流 落荒而逃 最终也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这一战 向全世界展现出了 我们真正的实力 也让那些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他们想不到 一个刚成立的新中国 居然能打赢 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军 朝鲜战争 也让美军丢尽了脸面 让他们如此的丢脸 无地自容 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的认输呢 一直就想着 如何能一血前耻 甚至在1973年的时候 还想要勾结日本和韩国 卷土重来 企图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 但是最终这个计划 也只能作罢 现如今 我们的发展速度 实在是很快 在世界很多方面 都遥遥领先 不论是经济 科技 还是军事 都取得了举师瞩目的成就 老美担心 自己的霸主地位不保 一直把我们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 甚至还一直在探索着 如何才能击败我们 对于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人给出了答案 大家都说 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从来不会主动 去发动任何一场战争 也不会去欺负 其他弱小的国家 哪怕是现在如此强大 如此有实力 也依然不会去 主动发起战争 只有真正损害 他们利益的时候 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中国才会发动反击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想要击败中国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的中国 实在是太强大了 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 都是遥遥领先 美国上将问世界首富马斯克 到底需要怎么做 才能击败中国 马斯克说的一番话 让全场哑口无言 纷纷沉默 最后一点就是 现如今 中国占据的世界地位 可是非常领先的 占据全球最大的市场 很多国家都有合作 也非常依赖中国 所以 无论是从哪方面去看 中国都是无法战胜的 面对这种回答 老美自然是不满意的 他们一向都是 非常骄傲自大的 所以 在研讨会上 老美上将就问了 世界首富马斯克 如何才能战胜中国 马斯克的回答 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马斯克是这样回答的 除了激进的创新 没有别的选择 此话一出 现场的很多人 都非常疑惑 什么是激进的创新呢 马斯克又说 现如今 中国已经成为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验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国内的其他领域 比如军事 科技 医疗技术等等 马斯克的意思就是 老美的科技投入 和发展动力不足 随后 马斯克又说出了一番 让大家震惊的话 他说 以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 用不了多久 经济就会达到老美的两倍 也许很多人对马斯克 不是特别的了解 马斯克只是一个商人 他小的时候就非常热爱学习 在十岁的时候就自学编程 大学毕业 拥有经济学 物理学双学位 毕业走向社会之后 就涉及到了很多个行业和领域 都取得了成功 只要是他看好的东西 就会一直的去努力 直到达成目标 马斯克还投资电影 甚至还策划了火星绿洲的项目 2018年的时候 猎鹰火箭发射成功了 这也是第一次私人航天公司 研发的液态轨道火箭 成功进入地球轨道 并成功完成了两枚一级 助推火箭的完整回收 我们大家都知道 基本全球都或多或少的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中国积极的采取措施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控制住了疫情 在反观老美呢 每天的确诊人数 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 老美的经济就受到了 很严重的下降 对于马斯克的说法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就比如我们前面提到了 朝鲜战争 老美虽然拥有很先进的装备 但是他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轻敌 他们看不起比他们落后的敌人 所以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美国上将问世界首富马斯克 到底需要怎么做 才能击败中国 马斯克接下来说的一番话 让全场哑口无言 纷纷沉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也正式通过老美 给我们提了警 在海湾战争中 老美先进的装备 带给了我们危机感 我们在科技上面 也不断的去进步和研发 老美就不一样了 他们在投资的时候 只看中眼前的利益 丝毫不考虑以后 而我们是有着非常长远的眼光 就拿无人机来说 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 去进行无人机的开发 我国的无人机技术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飞速的提升 很快的时间就赶超了老美 我们就是这样的 在哪方面落后 我们就努力的去赶超 在凉活的政策下 我们迅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现如今 全面小康也得到了实现 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非常好 经济收入也在增加 我们的劳动资源丰富 也有非常勤劳的优量传统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非常的团结一星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那么面对马斯克说的激进创新 老美能否实现呢 答案是不那么容易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一直都秉持着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 我们大家就应该互帮互助 一起共同的进步发展 但是老美一直把我们视为假想敌 把我们当作最大的对手 从而忽视了自己的发展 而老美呢 总是想着乱搅合 这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最终也一定会为自己的 愚蠢行为买单 马斯克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好的 他说 陷入今世界已经步入了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只有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美军上将提出的这个问题 本来就是一个不实际的问题 陷入今我们发展越来越好 也不惧怕任何强力 谁要是想要欺负我们 那是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希望我们的祖国 越来越强大 我们也应该好好奋斗 为足够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欢迎积极留言讨论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在这里 then 再见 不优优独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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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独特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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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独特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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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迪国